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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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失去教授阳南 把他找回来 是 年轻人口 了意思是 他们装面的 教官 请跟我们回去 如果我说不呢 你不要怪风云翻脸无情 即使你曾经为我们做出过牺牲 但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这是铁的法则 要么留在风云 要么失去所有战斗力 无论你做哪种选择 元武道从此跟你再没有一点关系 上 别跑 天生 你 走 你 我 你 你 师父 作为你原来的徒弟 我奉劝你一群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失望 没有人值得你为他这么做 你告诉我 我对他很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训练开始 认好 再来一组 训练 可以 大家做得很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看不出来嘛 你带队训练还挺像我像样的 那是当然 我可是天才少年 当年啊 和若白一起训练出来 去打个电话 你也休息一下 别累了 小草草 别累了 小草草 别累了 小草草 歇会儿吧 别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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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最近又没睡好呀 你看那个黑眼圈 都掉到这儿了 跟个大熊猫似的 没事 我都习惯了 而且失眠不影响训练的 我每天精力都很充沛的 怎么可能 小草草啊 我送给你那薰草 金油眼罩 我送给你那薰草 你再多用几天 这顺便一定会有作用的 嗯 好 白草 早晨也别起那么早了 道馆的卫生 我们会帮你打扫的 对啊 对啊 没事 你们就多睡一会儿吧 反正我也睡不着 那个美少女挑战赛 是不是这会儿开发布会啊 是不是你说 那个很火的电视节目 原舞蹈美少女挑战赛啊 对对对 好像就是这会儿 看哪 好 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原舞蹈美少女挑战赛 暗阳战亲闻发布会的现场 原舞蹈美少女挑战赛 是一场由美国风云道馆 倡议创办的 以擂台战的形式 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赛事 目前呢 原舞蹈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 掀起了一股极大的热潮 欢迎向远的 听我说 听我说 听说这一次来 暗阳参赛的选手还挺多的 第一期产生一个泪主 之后每一期的选手 都要和上一期的泪主 发起挑战啊 那我们也去报名吧 你啊 你美可以 绅手不可以 什么美少女挑战赛啊 这个比赛 我原先就看过几站 很多选手 其实长得都很普通 只是开场秀的衣服好看一样 最后 比的还是伸手和实力 暗阳是原舞蹈的发展 哎 说真的娘儿喂 你去参加去呗 最后一站 来到了暗阳 势必将带来最耀眼琢磨的赛事 暗阳战的冠军 将和前面所有 人战赛的冠军 是您教练 他找你一定是世青赛的事情 百草 传接电话 冠军的宝座 喂 是您教练 我是百草 百草啊 我听同事说 您一直在找我 是的 我找您是 关于世青赛 好 那你过来吧 我在美少女挑战赛 发布回现场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教练 我这就过去 转机啊 太好了 沈教练找你 一定是世青赛的事情 还有转机 对 也许是省年教练想一想 觉得你还是比 婷婷前辈更合适 那好 我先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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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草 加油 加油 快点 所以 我离开了风云道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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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 等一下 师傅 等一下 谢谢 这什么钱 美金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可不认识 麻烦你 一块钱人民币 麻烦开门 我要下车 师傅 我一块儿帮他刷了 可以啊 拜拜 好 行了 谢谢了 原武道美少女挑战在暗阳站 下周六首战的双方第一位 是来自京都樱花流的 加藤小百合 加藤小百合 是樱花流的后起之秀 她的两位姐姐 加藤百合 加藤银百合 是日本元武道界著名的女将 加藤百合 也是美少女挑战在京都站的冠军 加藤小百合 最擅长的是防守反击 她的绝招是 金花雨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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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就是 准备 但是 还是在 园武道美少女挑战赛 暗阳战下周六首战的另一位选手 是来自我们暗阳的方婷怡 方婷怡是暗阳邪舞道馆的一位选手 同时她也是国内园武道界的一名长胜将军 她的动作非常的优雅美丽 在我心中简直就是一位女神级的选手 我等你半个小时 沈霖教练 洞选捞 akti 沈宁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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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天教练 白草 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您 是要去出差吗 我要离开岸阳了 训练基地也会结束掉 为什么 刚来岸阳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在这儿待很久 但是没有想到 就待了这么短时间 在这里最大的收获 是跟你们在这里相处的美好时光 最大的遗憾 是若白 教练 若白师兄他好好的 只要我能打进世青赛 他就会回来的 可是若白他不是 没有 若白师兄 他在美国治病呢 关于世青赛的事情 我很抱歉 若白很想让你参加世青赛 我也知道你很想参加 但是推荐名额只有一个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婷姨都是比你更适合的人选 推荐名单已经报上去了 不能再改了 那是您教练 或者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没有 我知道了 谢谢教练 方天一是一位攻守平行性选手 他最擅长的是各种 下平行性选手 我知道 正因为您是公正的 所以您才会选择婷姨前辈 而不是我 也许有一天 你会告诉我 我现在的决定是错误的 白草 加油 阿姨 谢谢 爸 这是什么 vorher 对不起 对不起 白曹 小莹 你别难过了 是现在去不了就去不了 谁稀罕啊 你这样伤心我看着很难受 好了 小莹 你别难过了 没事 沈宁教练说得对 不管从什么方面考虑 天一前辈都比我更合适 康前辈 那次决定的最终对内赛 是我自己中途棋萨 那是因为说白师兄突然生病 你敢去医院你才错过了对内赛 嗯 但是我不后悔 即使再来一次 我也还是会那么做的 所以沈宁教练她没有错 那为什么你还是那么难过呀 我是想到了若白师兄 他为了让我参加试青赛 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训练 替我打工 替我补贴学费 我荒废了自己的训练 他甚至带着病他都陪我训练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我身上 为了给我争取参赛的资格 他一次又一次地去跟沈宁教练争执 现在我参加不了了 他一定很生气 他一定很失望的对不对 白曹 白曹 若白师兄怎么会生你气呢 他从来都不生你气的 那他为什么还不回来想赢 白曹 若白师兄 已经不在了呀 没有 若白师兄他是生我气 所以他从美国不回来呢 若白师兄已经死了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接受 若白师兄是我们松柏的大师兄 所有人都特别难过 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一样 可是白曹 你再难过 若白师兄也回不来了呀 不是这样的 小莹 小莹 她是生我气了 所以她单三美国不回来的 我真的能感受到她还活着小莹 小莹 小莹 莫承舅你相信我好不好 这次我只要能打进世界赛 若白师兄他就会回来呢 小莹 你相信我好不好 好好好 我不说好不好 你怎么回来呢 老样子呗 白曹还是觉得若白师兄没有死 还是觉得 只要自己能打尽是倾塞 若白是冲住能回来 丑死我了 若白以前对白色那么好 白色怎么忘得了他 想把他人早晚走出来了 小莹 你昨天到底对白色说了什么呀 你看她今天又在发疯的训练 怎么办呢 估计又要通宵了 我倒是想通了 如果白草真的觉得 只要打尽是心塞 就能见到若白是冲的话 那就让他这么觉得吧 反正心中有希望 总比绝望强 可是今晚该怎么办啊 我们谁劝白草都没有用啊 哈 哈 哈 我知道该找谁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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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是那么地出零把措 来 把汗擦 谢谢 若白师兄跟你提起过 他那个闷葫芦能跟我提起什么呀 不过我猜啊 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要不然怎么会花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放在你身上 你可是他的骄傲 你可是他的骄傲 你不得了 你又怎么做 是不变化 您然的话 你怎么做 那只能嫁 你什么事 要 République 不知道 都能让你绝对 怎样 没什么事 我会说 是 我可能 你可能 得送我 没什么事 迟��들이 对 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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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初源 我们的新教练马上就要来了 都打起精神来 是 方晓芸 你找着新教练 到底靠不靠谱 我是谁 范晓芸 当然靠谱了 这可是我从网上 搜罗了好多天才找到的哦 这回这个教练履历 非常辉煌 带出了好多 北京上海的冠军弟子 对对对 网上找的 松柏道馆 好香教练来了 与震 你们就是松柏道馆的弟子 嗯 是 请问你是 我是 这里是松柏道馆吗 好帅啊 这里是松柏道馆 请问你又是 我是你们的教练 我才是你们请来的教练 是你们那个谁谁谁 是你们那个谁谁 叫范晓莹的 请我来当你们的教练 你好你好 我就是范晓莹 您就是那位横扫上海道馆 脚踢美国风云 逃离满天下 冠军数不清 那金牌远舞蹈教练 成冠军 就是我了 哎呀 新会新会 我是松柏道馆的经理人 我叫范晓莹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小晓莹 找这个手人 怎么看起来这么不幸福 靠谱 她脸里很辉煌的 而且啊 便宜啊 再说了 有适用期免费的 要是不好就让她走 不用给钱 那这个人是谁 也是免费的 哈喽 嗨 那个 您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这位才是我们 松柏道馆的新教练 有个叫于初源的 是你们的人吗 初源师兄 就是他请我过来的 既然是初源师兄 请你来的 那么 一山不容二虎 一个道馆 也只能有一个总教练 小子 小子 既然你要跟我竞争 不如这样 我们来实战一下 看谁有真本事 还有一山 三山 看谁 什么 百尔 百尊 一片 一片 百尾 甘 十二 十三 有 哇 太厉害了 可以了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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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队 教练好 教练好 是他 淑媛师兄 那个草原教练 只能是你请来的 是的 是我邀请他来指导夏松白的训练 他是风云道观的前任总教官 调教出一大批出色的弟子 世界各地的道观都在争相邀请他 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你们要好好配合他 行 淑媛师兄 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若白去世以后 你和浴馆长一直都在美国不回来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总是莫名有一种感觉 一方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让大家继续去练 现在教练也有了 等道观安定一下吧 都去美国找你们 你们要过来 我已经决定了 听说他呀很练的很有名气的 各国道观真相有气 好像是从风云道观里出来的呢 风云道观是什么呀 风云道观你们都不知道 是远武道观最顶尖的道观 你们几个出列 你们几个出列 过去靠墙倒立 二十分钟 得快快点 抓住 抓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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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结束 解散 长安教练 很高兴您能来到松柏 我们听说您是特别出色的教练 也希望能在您的指导下 提高我们的圆武道实力 长安教练 您是为了考察我们的水平 所以训练得比较简单 对吗 你觉得我训练得太简单了 我的训练可以不简单 只要你们能够承受得了 俯卧成五百个 一 二 八跳一千个 一 二 快点快点 速度全部都加快 跑步一万米 训练结束 解散 对啊 这天 这次新教练发得什么疯啊 我们在身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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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来 长安教练 这下你满意了吧 如果是出于训练的目的 不管您有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承受 但是如果因为其他 或者是因为我对您的不尊敬 那妈 我向您道歉 请您不要因为我 影响到其他人 你有那么重要吗 谢谢啊 谢谢啊 长安教练 晚训时间全体迟到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谁不是让你去请假了吗 我忘了 长安教练 今天是我们纪念若白师兄的日子 我本来想要去跟您请假的 可是我去买单准备东西什么的 我就给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要怪你就怪我吧 不要怪他们了 若白 那个死掉的师兄啊 长安教练 难道我说错了 你 教练 若白是我们松柏的大师兄 是我们最尊敬 最信任的人 今天迟到是我们的错 但也要请你 不要再这么说若白了 一个师兄死了就死了 你们却还要这样行刑作态 真是可笑 说什么 请你道歉 请你道歉 道歉 就算你是教练你也不能这么说 若白师兄他没有死 只有心性作态的人 才会觉得别人心性作态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们若白师兄 什么叫做有意义 我告诉你 不管若白师兄离开我们多长时间 他永远在我们心中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说什么永远不会忘记 永远都有意义 真是可笑 假惺惺的对死了的人 还装作一副念念不忘 难以割舍的样子 喘头却可以用最残酷的方式 背叛你们身边还活着的人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就让你们彻底忘掉那个死人 糟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一封师兄 没事 若白衣 你 你 快 你 你不许社组若白师兄的东西 从今天开始我住在这里 死人的东西全部都要扔掉 明白吗 你 让开 不许你泡 不许你泡 干什么 泡泡泡 杨瑞你没事吧 杨瑞 你 不许你泡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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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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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快走 快走 把车的 他马上还是五十七脣 drawings 上下 你把车拿下 放下 放手 这些就是三个月内 世界各地要举行的 全部可以获得积分的 圆舞蹈比赛 想要参加世青赛 除了被推荐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你们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 三个月以内 有选择性地参加积分赛 拿够了积分 能够挺进 世界积分排名的前十名 最后拿着外卡 参加世青赛 这个办法 地球人都知道 凡是有大型的国际比赛 都是派廷一前辈去参加 所以白草的积分很少 世界排名也很低 就知道这个能写 这个方案 若白师兄跟我都考虑过 但是短时间之内 跑遍世界去打比赛 拿积分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 否则小嫂嫂也不会一次次 低声下气地去救神经教练 那是因为你们的统筹方式 有问题 美少女挑战赛 是推广普及园舞道的 创新性尝试 得到了国际园舞道协会的 大力支持 为了鼓励更多选手参加 她的积分呢 要远远高出其他比赛的积分 所以说 如果可以拿到暗阳分战赛的冠军 再拿到东京总决赛的冠军 那么积分和排名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了 游戏 游戏游戏 这样看还真行 第一战 元敦 第二战 巴黎 法兰克福 还有拉斯维加斯大赛这几场比赛 把积分全部加起来 就可以进入世界前十 想进入前十的前提必须是 每场都拿到冠军 小草草现在的积分排行榜 是第五十三名 距离第十名还差 一百一十二分 是有心 小草草如果把 这几次比赛的冠军都拿到手 应该会超过世界积分的第十名 那这个 莫斯科挑战赛 为什么没有入选啊 她的比分比跟她同时举行的 巴黎挑战赛要高很多啊 莫斯科和巴黎的比赛在同一天 的确 莫斯科挑战赛的积分要更高 但德国的比赛在前一天 所以选法国更稳定 这个雷克亚维克挑战赛 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比赛啊 闲着也是闲着 为什么我们不去参加呢 雷克亚维克是冰岛的首都 太冷 亚洲人适应不了 这个新加坡三人挑战赛 为什么没有比赛 这个比赛的积分比其他的多了三倍呢 团体赛 你觉得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抢抢抢抢 我觉得 够了没有 你们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没完 想攒够积分拿到试清赛外卡 你们就必须得听我的知道吗 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参加美少女挑战赛 不行 还不是时候 有何必愧疚 我们只是朋友